想做什么呢 就是人民的伟大领袖 要做成人民的伟大领袖 他又不真正的服务于人民 那么只有两个道路 一个首先做党的统帅 然后做党的核心 七月份八月份的政争说明什么呢 他做党的统帅和党的核心 都受到了挑战 所以他现在北戴河会议以后 回过头来重新来 我又要整军又要整党 然后呢来实现他自己做 人民的伟大领袖的这个梦 那么人民的伟大领袖 有一个毛病 这个毛病呢就是不能错 所以你一错 他这个权力就崩塌了 所以任何情况下 他不会认错 哪怕他私下的可能让让步 所以分分权 经济决策出了问题 我分点权给别人 但是表面上 宣传工作会议 他不会认错的 一认错 人民领袖的形象权力 都随之而要坍塌 好的 我们再看一条 就是新条例这次 陈伯宫先生 还包括这个 禁止党员信仰宗教 还有对信教 不听劝告的人 要劝退党 劝而不退的人 要除名 这也是中共的首次 用党界来明确的限制 不能信教 也不能参加这个宗教活动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因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涉及到 比如说新疆 西藏等这个宗教 影响很大的地区 可能对一些党员干部会 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 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这个在新的 所谓党纪处分条例里面 涉及到这个不信教 或者怎么样 劝退警告等等 我就想到两个人 首先想到两个人 一个就是 第一个人是李小玲 就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李小玲是在 长期在香港任职 后来在2015年 被调回国内 内地 任这个大型国营企业 大唐公司的副总经理 他的第一件事 叫内蒙古去 这个拜佛 他这个 他说他是皈依了 藏传佛教 他的上司叫一个什么金刚 什么仁波切 然后他自己呢 这个有一个法号 叫做什么 什么一个很复杂的 什么格兰 什么阴江 什么阁母 他这个受见 有个法号 法号而且有图为证 他还披了这个袈裟 黄色的袈裟 在这个佛门里 这个祈祷 还两手举天 这个 那么李小玲就完全承认 他已经受见 成为什么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受洗 信佛了 那么李小玲 是不是应该受到查处 那我们看看 习近平敢不敢查处他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人就是彭丽媛 第一夫人彭丽媛 习近平的老婆 那彭丽媛在2015年 情人节的时候 什么地方没去 他去了西安 慈恩寺 大宴塔 礼佛 拜佛 当香港有媒体记者 问他是否信佛的时候 他笑而不答 其实彭丽媛在结婚的时候 他们那个结婚照 不是去别的地方 游三万岁 他们是去佛庙里面 所以据说这个 彭丽媛对习近平 有个要求 彭丽媛 这个习近平追他了 开始很难 后来这个追到手 是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 彭丽媛认为 自己要信佛 要求这个习近平追随他 那么习近平是答应了的 那么习近平现在危居高位 那么是不是反悔了 另当别论 那么现在也是有图 有新闻为证 2015年2月份 那么彭丽媛 去了西安 这个礼佛 那是否彭丽媛 要受到查处 因为彭丽媛本身是高干 他是披挂了 解放军的少将军衔 他是一个什么军中歌唱家 所以这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如果说能够查办 李小林和彭丽媛 我认为他是真的 否则就是虚伪的 又是双重标准 或者是查办习近平 家教这个配偶 施管施教等等 好听听夏明教授 您的看法 对 这一系列的就是做法了 其实就是 只是单向的针对 就是习近平以下的人的 而任何人如果要指出 习近平或者习近平周围的人呢 那么又违反了 就是这个党纪了 又违反了就是政治意识 或者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 所以基本上呢 习近平呢 给共产党的党员呢 建立了一个 就是22条军规了 但是这里边呢 他有没有就是好的效果 有没有就是让党内了 这些领导人呢 相互之间猜疑 然后呢 去相互的就是 去相互互相监视 或者去背后打小报告 去举报 当然是有助于强化 习近平的个人的权利的 但是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 他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就是在精神层面 就是宗教的挑战 我们当然不仅看到 就是藏传佛教 那个西藏 不断的在抗争 自焚了也还在持续 已经153人了 那么已经自焚 已经牺牲掉在过去的 从2009年到现在 所以呢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 那个就是藏传佛教了在抗争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伊斯兰教了 在那个就是新疆了 也在继续抗争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 外面传出100多万的 穆斯林了 被那个关在就是学习的 这个某种集中营的形式了 或者尽管他们叫林里中心 那么关在里面强制要洗脑 或者要那个改造 要转换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地下的就是天主教 和基督教的这个兴旺 最近我们也看到在河南 陕西各地了 去摧毁十字教堂 十字架和天主教堂 那这里边呢 是记几年前了 在浙江 基本上每天了 都要摧毁一座十字架 或者一个教堂了 那么都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共产党的精神的这个丧失 精神的危机 其实给老百姓呢 一种就是动力了 去追求新的这个精神空间 但是有一点呢 我想指出了 刚才破空了 也那个讲到一些了 我觉得有一点 我们应该区分清楚 就是其实信仰各种宗教了 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私人空间的事情 它是一种文化 和一种传统呢 都有关的 所以呢 如果就说 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如果你把共产党 那个唯物主义 和这个党的这个纪律 强化到了 干预到 每个人的个人空间呢 我觉得是自取灭亡 其实在现在情况下呢 应该有一种 政教的一种相对的分离 就是政治 只是在机关里边 在党的系统 在权力机关里边 那么它能够管住 人们的信仰 但是呢 离开了政权呢 那就在私人空间 在社会里边呢 我们就回归到一个社会的人 一个有自然文化和传统的人 对 好 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 我想我们最后再 总结一下这个整个 这个新的党纪 对中共自己的影响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自从西京平上台以来 大搞这个反腐 已经让这个官员 哀叹官不聊生 那么现在又搞这个新的党纪 九千万党员 都得在他这个下面 当这个顺民 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客观上 会产生有什么效果 就是说在心理上 是真的让这些党员 洁身自好 纯洁自身呢 还是说让他们 反而更离心离德 金若寒蝉的这种 就是对他反而更不满 好 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 我用两句话来讲一下 宗教信仰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任何的宗教 要有四个条件 第一要有神位 第二要有信仰系统 第三要有组织化 第四要服从 那共产党也是 要有神位的 咱们老习主席就是神位的 当然这个信仰 是共产主义信仰 习近平自己 我不知道信多少 至少大部分共产党员 肯定都不信了 组织化是现成的 但他现在要求你服从 实际上任何的宗教组织 对共产党的 这个执政党来讲 就是争夺人们的效忠 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害怕的 习近平当然害怕 习近平他要做到的 就是天下归党 全党归习 任何宗教对这个事 对他是有 对他是造成了困难 那么另外关于西藏 还有维族这些情况 刚才夏明经讲了 我就不重复了 那新的处罚条例出来以后 他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共产党实际上 目前的状况是正在 离心离德 因为对习近平离心离德 刚才我讲了 你让他服从你 实际上主要是你要有威信 或者甚至我爱你 我不能敬不能爱 他只有让别人害怕 对 他这个条例里边讲到 就是不能做两面人 要惩罚两面人 他这个条例的一个直接结果 就是有更多的两面人 因为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的观点 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 人们是这个自由 对自由是一种自然的一种需求 他有不同的观点就要表达 但是在党内不能表达 上层也不能表达 那只能阳奉因为 阳奉因为他的另外一个词 就是两面人 甚至三面人四面人 说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表达不同的观点 所以他要的结果恰恰相反 在这么反腐 反腐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是习近平的反腐 完全是非法制化的反腐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正当性 在党内都没有正当性 所以他虽然叫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 到最后他现在只有一条了 没有办法了 依法治国做不到 党内威信做不到 天下归心做不到 说只好我就是黑社会老大 你听不听吧 不听我就惩罚你 所以他现在就这个效应 我相信大部分的共产党员 也和我们有同样的认识 就是在黑社会里 在必须服从一个老大 这时候肯定是离心离德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权力 在逐渐的走向崩盘 好 最后因为时间不多 也听听陈破空先生和夏明教授分析 就是这个新的党纪 会对党员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陈破空先生一分钟时间 黑社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老大说了算 黑老大说了算 所以这应验了美国批评中共的一句话 叫做奥威尔士的胡言乱语 因为奥威尔的作品1984 中共现在党外搞的是动物龙庄 党内搞的是1984 1984一个显著的特点 就是有个黑老大在监控大家的一切 所以这次习近平 把这个制定的党纪处分条例 充满了习近平的名字 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黑老大 我出不出自你们 怎样出自你们 完全由我说了算 完全是为他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党纪处分条例 那么现在我觉得这个处分条例出来 其实中国人民可以放心了 世界人民也可以放心了 因为原来说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干涉不了 那么中国人民的抗争 是受到这个镇压 这个维稳和军队的镇压在体制外 现在敌人就在体制内 应验了毛泽东的一句话 何鲁晓夫就睡在身边 现在习近平连睡在身边的人 都是违纪违法者彭丽媛 所以说他的危险已经逼近了他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人民可以大松一口气 最后习近平不是被中国人民斗倒 恐怕是被党内他自己的同僚 甚至被习家军本身所斗倒 好的 夏明教授一分钟时间 对 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就是习近平的所有的这些做法 都是一个单面剑 就是去砍向他的政治敌人 甚至砍向广大的党员的 因为他这种做法 用他的纪律处罚条例来说 也就是说他极度的恶化了中国的政治生态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以中共的党员处罚条例了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受到党籍的处分 好的 在我们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 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 今天网友评论很多 一位叫李中本的观众朋友 他说 智大才疏 德不配位的习近平 想问鼎世界话语权 引起党内外社会的各种矛盾难以控制 所以只能记起毛泽东的管理方法 篡改历史的同时 大搞个人崇拜 进而大搞严际整顿 可以联想如同搞残酷阶级斗争 乃至文革恐怖活动 这反映了独裁者的恐惧心理和危局 还有一位叫杰瑞米科宾的观众朋友 他说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人质社会 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在人际活动中 搞投机钻营 整天活在焦虑的状态下 他说不止共匪所谓的党纪 是为人质服务的 是有随意性的 中国的宪法也是一样 还有一位叫利昂章的观众朋友 他说改革开放40年 而我的感觉是零年 因为前进了20年 又倒退了20年 还有一位叫姓吴的一位网友 他说 习近平立家法凸显 中共已经从一个最初的政治组织 对变为一个没有道德底线的神教黑帮 连黑社会的起码道义也没有令人发指 还有一位叫YT的观众朋友 他说呢 中国一抓就死 一放就乱 P2P股市 地产摆明了掠民之财 现在开始掠伤了 他说中国就是低层丛林化 中层空心化 高层流氓化 这些呢都是我们网友的评论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习近平动用史上最严加规的话题呢 我们就谈到这里 啊 为何有两副面孔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8月3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昕 最近一段时间 中国网路上热传一个推特视频 显示深圳警方闯入一位年轻女子的家中 将其带走 理由是 你在网上说了什么 差不多同时 山东警方逮捕两名女子 只因为他们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 此前山东教授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 也被破门而入的警方强行带走 那么对比这些案例的高效执法 滴滴车型的这个杀人司机 警方却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 难怪有网友问 中国警方执法重点对象到底是谁 封杀网络言论 警方的效率非常高 为什么处理恶性的刑事案件 却又迟缓无力呢 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们请这个夏明教授 来谈谈这个深圳的这个视频 显示这个警方没有经过任何手续 就强行把一位年轻女性带走 而且呢还就是说 你在网上说了什么就是理由 那么这些种种的事件 包括山东两名女性 只因为在微信上提醒亲友少吃猪肉就被抓 你觉得这个中国的阴言治罪 是不是已经在民间到了这个荒谬的地步了 对中国的国保了 现在确实是国之利器了 是无所不在了 所以呢有人在调侃了 就说这个滴滴这个就是乘客了 他当时在向朋友呼救的时候 不应该说是我遇到危险 或者就是有凶手 可能犯罪分子等等 他是应该写一个 就说我现在正好驾车了 那么是要到深圳去参加 就是支援那边的公运的 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 恐怕那个国保了马上出紧了 可能就把他给救了 那么这里边呢反映出的 就像刚才破空也讲到 就是乔治奥威尔写的那本书1984 就是一个老大哥一直在盯着你 那么在整个社会暗藏的各种窃听器 在整个墙壁上都安藏着垫幕 那么他可以单向的对你进行控制 那么进行监控 那么我这里边呢想引进另外一个词汇 就是英国的著名的神学家 就是杰瑞米那个边境呢 他提出个概念 叫Ponepticon State Ponepticon呢就是全息监控的 那么他就是讲到监狱里边呢 我们知道有个瞭望塔 那么这个瞭望塔呢 他可以对四周呢 进行随时的监控 所以每一个就是监狱里边呢 这么一个就是房间呢 罪犯呢 都可以在他的就是随时的监控之下 那么我就在想 今天中国呢 不仅是乔治奥威尔士的 1984的老大的国家 其实就是一个全息控制的 这么一个监狱的监视塔 很不幸的中国人呢 就是这个大监狱里边的 我觉得是囚犯 杨洁丁先生 我不知道这次山东这个逮捕事件 两个女性就是因为在亲友圈里面 所以说不要吃猪肉就被逮捕 那么我想听听就是说 因为微信 大家都是用很多这个私人空间 就是说你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中国对于民间的这个 自己私人空间的这个监控 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听起来好像是挺普遍的 在中国的网上是没有私人空间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 中国有一个大数据收集中心 管理中心在贵州 很多的这个网络公司 都介入了这个工作 包括腾讯 也就是微信 据国内的有些知情人士告诉我们 就是说腾讯里边有公安局这个机构 甚至就叫微信公安局什么的 当然这个我们要去核实 但是就是在这个网络系统上 在微信的系统上设置公安系统 这个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 刚才我们讲到共产党在整党 寄出了这个纪律惩罚条例 谣言传言 这个都成为这个违纪的行为 对 共产党一共有多少党员 九千万 接近一亿了 也就相当一部分的共产党员 实际上就是民间 对 而且共产党的一些行为 它会向社会进行溢出 社会的反应就会对这个政权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它在党内要整党 那在这个社会上 要进行收紧言论控制 这是一个逻辑是自然的 所以最近你会看到 更多的这种现象的发生 那对于这个 而且做法都是非法制化的 甚至连胡文时期那个遮掩都没有了 直接的明火之杖的 违反法律的方法来禁言 来对这个人身的安全进行危害 所以这是我们可能未来要看到的一些 一个主要的现象 非常经常发生的一个现象 相对于像山东这样的逮捕事件 我们在滴滴车刑的这个凶杀案里面 引起民间非常大的反弹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警方的 这个动作非常的慢 那么而且那个受害者 其实在车里面是用手机求救 那么我想问一下 很多人觉得这个警方应该对这个 滴滴车刑的这个奸杀案 其实有相当大的责任 我想听听陈伯宫先生的看法 从这个滴滴顺风车这个奸杀案 和这个两名几名女子在网上说 提醒大家不要辞住 这被警方带走半夜带走 这两件事的对比呢 可以总结成三句话 就是这个中国的警察说呢 办案低效 维稳高效 解决问题低效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高效 为人民服务低效 为人民币服务高效 这是中国的特色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两个女子 这个被人带走 我们又想到了就是 刚才提到奥威尔 这个说是 不用说了 动物龙庄 猪类在统治其他动物类 那么最早期有前苏联 半夜敲门带走人是前苏联 后来最厉害的是北朝鲜 半夜敲门带走人 那么这个北朝鲜 原来有一个故事 讲这个说各国的人 谈他的幸福感 说你是什么最幸福 有美国人说我在有工作的时候 最幸福 英国人说我是领导工资 最幸福 法国人说我在跟情人浪漫 时候最幸福 据说有个朝鲜人 北朝鲜人 就说我什么时候最幸福 他就讲了一场最幸福的经历 所以有一天半夜 有便衣警察敲门 然后他打开门 便衣警察都要大喊一声说 金在归你被捕了 然后金在归非常幸福的 大喊一声说 警察同志你搞错了 金在归坐在隔壁 说那一晚上我最幸福的时候 所以后来现在国际社会 普遍的怀疑 就是很担心中国北朝鲜化 中国正代朝鲜化 果然网民也说是西朝鲜 现在半夜带人的情况 不是前苏联 不是北朝鲜 而是当代中国 21世纪的中国 所以说现在中国人 睡觉都夜不能寐了 寝室不安了 半夜就有可能敲门 半夜敲门警察把你带走 所以这个真正是进入了一个 动物龙庄和1984的黑暗年代 好的 我想我们把这个事情 在下面叫做 听听这个关于滴滴事件 因为很多时候对警方的 这个行为的看法 都是因为对滴滴车型的 这个事情处理的不够 那么我们知道滴滴 这次出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南方周末就在出事以后 引用法庭文件的说法 说过去四年 至少有50多名女性 遭到这个滴滴司机的 这个强奸或者性骚扰 但是滴滴却能照常运行 而且拒绝当局的监管 那么这个再次引发质疑 就是说民众 对民众执法一贯强硬的当局 为什么对滴滴 长期以来一直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想听听下面教育 您对这个整个滴滴事件 在民间引发了 这个强烈的舆论风暴 您是怎么看的 对尽管这是一个 目前来看 是滴滴整个出租公司 应该说是一个 不大的一个个案 但是把它连在一起了 就是折射出了 中国的许多的问题 当然其中一个 就是人们就在问 这里边是不是 这个公司有很大的靠山 那么这个公司 目前从公共的平台上来看 它确实是有些这样表明 它有很大的靠山 因为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知道 柳传志在中国 是一个传奇色彩的人物了 那么他的女儿 那么就是滴滴公司的 这个就是头了 那么所以这里边的背景 人们当然会去思考 另外一个就是两年前 在乌镇召开的网络会议上 习近平专门还去自查了 滴滴公司的这个就是摊位了 那么去询问他们的工作 那么给予鼓励 刚才就是建立讲到 就说中共的这个省委书记 要见到习近平呢 恐怕都是很难的 所以习近平能够走到你的摊位 能够给你发些指示 能够来了解你的工作情况 甚至给你打打气了 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偶然事件 这是后面的经过权力的 精心的那个安排导演和制作的 所以我们相信的就滴滴公司 他如果没有就是庞大的 政权的这个支持的话 他没办法经受住这么多 我们刚才说的50多个各种丑闻 他还能够归然不动 这里面确实有很深的 这个官商的这个背景 好的 那个当我们看到 中国的警察系统 在处理两类问题 不同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就提出了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中国的警察系统 你要是这个熟悉它的运作的话 你会知道 它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 是非常揽政的 对 无所谓 很多人去报案 据说根本警察 根本连你都不理你 对 连做记录都不要 没有什么 除非那个杀人的大案 对 可能要做一下 像这种小案 它根本不理的 那么另外就是政治案件 就刚才的半夜闯入人家人抓人的属于政治案件 对 政治案件是从中央下命令一直贯彻到底的 你必须行动 而且它和派出所的所长 公安局局长的升迁是连在一起的 在抓法轮功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还有连做法 就是和你的讲成制度 这个经济上讲成制度又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说你这地方有多少人练法轮功 你没管的话 你这管骗警察的奖金没了 所以这就使得这些警察在做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就比较认真 比较积极 反应非常非常快 不然的话 无刹帽丢了 钱没了 但是对一般的刑事案件 非常的懒正 那么实际上呢 滴滴这个顺风车 有一件报警的设置 一件报警 你上网上查一下的 当然我还查看了一下 而且关键是这个女孩子 她那个手机 人家说用卫星定位 她只要拿到这个手机号码 她就能够知道这个女孩子的位置 能够知道她在那边 她反应就非常的慢 对 她一件报警的那个设置 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用的 但不管好用不好用 我不知道多少滴滴的使用者 知道这个一件报警的这个机制 但是我因为要做这个节目 我还这个看了一些资料 也问了一些知情人 他们说 很多的派出所 根本不给你设置 你有我不给你接 我不给你接轨 那怎么弄呢 我不给你进行这个连接 最后你报警也没有用啊 就必须整个公安系统 愿意和滴滴的一件报警的 给连接起来 他报警才有用 这是首先要做到的 那你报警 他要不要反映 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实际上这个事件呢 反映出来 中国的整个警察系统 在做什么 反映出来的一般的状况 对 好的 我想就是 因为我想从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层面 来谈这个滴滴监杀案的事情 因为这个奸杀案发生以后呢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 它的题目就是说呢 当滴滴赶走优步 百度赶走谷歌 我们就已经性命不保了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长期以来 就是说它的一个国策 就是把外国的竞争的大公司 赶在 关在门外 然后扶植国内企业 在自己关着门的这个环境里面 形成一家独大 形成垄断 那么这个文章的观点就是说 因为没有这个 比较守规则的外国公司的竞争 那么最后的受害者 其实是中国的老百姓 我想听听各位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陈破空先生 滴滴顺风车这个 刑事案 奸杀案 贫发 它有这个政治原因 有经济原因 这两方面可以做解读 经济上就是这个垄断造成的 因为就像这个百度公司 百度以前有这个谷歌的竞争 后来谷歌被赶走之后 百度一家独大 那么就后来这个百度这个 假药泛滥 假广告泛滥 以至于大学生魏泽西 这个应付假药 这个身亡 呼吁社会 警惕百度 但是百度仅仅是之后 就说你用我也好 不用也好 你没有其他家 你还是要用我百度 说百度的连道歉 都是非常傲慢的 同样滴滴车也是这样 当2016年滴滴车 这个说是吞并了 这个美国的Uber之后 这个中国人民就 你做也好 不做也好 受心情好 不受心情 你又只能依靠我滴滴了 而且滴滴 本身在宣传上 它滴滴公司 把这个Uber吞并之后 原来Uber是 关键词是信任 信任司机 信任这个乘客 信任服务 但是滴滴车 把这个改成的叫做 敲诈 敲诈 司机敲诈乘客 敲诈一切 所以最后来 这个而且是用一种 不道德的 那个Uber伸手国际规范 有很多道德标准 但是滴滴公司 是向前看起 不要道德标准 甚至用性诱惑 性暗示 性意识 来吸引这个业务 他们的这个 主管就公开讲 说这个滴滴的业务 很sexy 公开的做一些 性宣传广告 说是什么 什么叫做 什么Google妹 什么妹妹 什么这一类的说法 把这个司机 引诱这些司机 司家司机来 参与这个业务 意思就是说 你还可以厌喻 等等 所以说这本身 就给违法犯罪 这些性侵监事案 埋下了这个基础 说这个经济 垄断行为非常可怕 就跟政治上的 经济上 这个经济上的垄断 一家独大 是失去了这个竞争的活力 最后人民受害 政治上的垄断 一党独大 也是人民受害 说这个报案 刚才那个下面提的很好 就是你报案 你不能报刑善 你要报政治案 说习近平号召大家 要学政治 懂政治 某种意度上 启发了大家 中国民众以后 报这些案 千万不要 就是报刑善 你就说 蒙地发生了 请愿示威游行 蒙地有人传政治谣言 正在某个山区 有一个司机 是在带头示威游行 有一个旅乘客 拿了这个标语口号 警察立马赶到破案 说你千万不要报 什么奸杀案 不要报什么案 这些案对警察没有吸引力 你只有报维稳案 警察马上半夜出动 要这个立即封筛 马上采取行动 所以这个就影响了 就是说 中国人要隐藏一条 扬长小道 就是一切都政治化 对 我想听听夏明教授 今天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中国关起门 来发展这个国企 这个策略 其实我们想到 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包括假疫苗 百度 阿里巴巴卖假货等等 这些问题实际上 都是这种模式的 这个产品 就是中国的这个企业 都是这种把人家 关在门外 自己独立发展 而独立发展 企业往往又缺乏 社会责任心 这样的模式 对于中国的社会 其实确实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 听听您的想法 对 因为中国的 国家控制的 尤其在目前 那个极权主义了 又登峰造极的 这么一个体制下 控制经济发展 当然就是国家 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 那么这些企业 它上市了 对市场服务的 这么一种本能 而变成了国家的 行政机构的一种延伸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滴滴 还是百度 那么他们 其实更多的是 为官宦 可能在分红 给他们赚钱 另外像百度 像WeChat这些 那么基本上 又成为政府维稳 那个就是 国家大控制的 这么一个政治工具 和政治手段 成为它的大外宣 大数据 那么大维稳的 这么一个手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中国的这些 国营企业 它的经济行为 其实完全就是 被政治化 被行政化 被官僚化 所以中国老百姓 如果再跟这样的 经济实体打交道 又没有竞争的话 那么它确实就有 各种霸王条款 和各种霸王行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这是中国老百姓 恐怕目前不得不面对的 我们知道 其实和中国企业 打交道的外国企业 对于中国企业的 很多做法 或者是缺乏规范 缺乏道德水准等等 都有很多的诟病 那么我知道建立 你跟美国的商家 或者公司企业 也有相当多的了解 那么听听你的看法 就是两方的对比 对 我觉得像Uber 这样的公司 在车型的过程中 也出现过强奸案 也有 你要上网上查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出现这种事件的时候 我们要分析 它是一个 一定要发生 一个自然现象 正常现象 还是说因为某一个 管理体制出了问题 或者是警察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要分清 它的出问题的责任和原因 像滴滴这样的公司 它有五亿多个用户 出这样的事件也不奇怪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出事以后怎么处理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资料 比较一下Uber 和滴滴处理问题的方式 一个是在市场化之下有竞争 我不是说哪个道德高 这个市场化它的好处 一旦有竞争 它就让你的职业道德要提高 你要垄断 你根本不要在乎你的客户 你的职业道德就要降低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 这个垄断的形成很多是跟背后 比如说权钱勾结或者是大的背景 我刚刚说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更深刻的问题 在于说它怎么形成的垄断 这个垄断是在权势背景之下的 这个赢家通斥 就是说它有权势背景 我们来看这个滴滴的权势背景的话 我们现在还看不太清楚 但是刚才这个夏明教授已经讲了 这个柳青 他的创办人柳青的爸爸是柳传志 柳传志当然是政府比较认可的红顶商人 对吧 另外在滴滴投资的还有谁呢 腾讯 也就是马化腾 阿里巴巴 还有这个马云 还有这个 都这个纠缠在一起千丝万里 还有百度 李彦宏 这些都是在这个赢家通斥中的赢者 所以习近平一方面在想这个背叛 就是说想对这个权贵资本主义进行反制 也就是说对这个权权结合进行的反制 但是在权贵资本主义 或者说你叫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之下 他的权力基础还是在于 还是在权贵资本主义基础 他一时也改变不了 或者他根本就改变不了 就是说换句话讲 柳传志 马云 马化腾 李彦宏 现在有多多得势 滴滴就有多得势 对 他里边有一个权势背景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 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 习近平就专门去参观滴滴的时候 还专门问说滴滴是不是在全球都有这个服务 马上就说要在全球 他也是通过这些企业 他要来推动他的强国的这个模式 对 好 最后陈破功先生 时间不多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 听听您的想法 关于这个权权购接 官商购接 补充一个线索 刚才两位提到这个柳青柳传志 这个联想老总柳传志 实际上是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少数企业家之一 这是一个线索 另外要说到这个案件 就是滴滴公司这个监察案 中国政府有通过中兴公司 华为公司搞了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 还有这个国家政府所掌控的大数据 由这个国安警方所掌控的大数据 那么当时发生事情的时候 说滴滴公司拒绝透露这个司机的身份 那么警方完全可以通过天网工程 天眼工程和大数据 调到这个司机的身份 而且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定位 调到乘客的这个身份或者信息 但是警方是完全不作为 是晚作为懒作为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看出来 所谓天眼工程 天眼工程 天网工程 确实不是 重点不是针对刑事案件 重点就是针对监控人民 当这个山东女子说 这个猪肉可能有瘟疫 要提醒亲友不要吃猪肉的时候 天眼工程 天网工程 大数据迅速启动 锁定 她马上被锁定 这两名女子半夜就被警方带走 还有像孙永寡教授 接受采访也被带走 还有这个前段时间 这个深圳的这个 由大学生去深圳 深圳的家事工人的这个维权 半夜也被警方抓走 所以现在半夜抓人 这个警方是非常起作用 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 现在中国这个中共当局 执政的重点 的确是已经在固守政权了 完全是针对人民 人民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甚至成了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己的政权 权力才高于一切 好的 夏明教授 你们有最后要补充的 对 最后一个就讲到 这里边涉及到公民的 这个就是消费主权的问题 因为其实老百姓 可以用钱来投票 就像老百姓 在一个正常社会下 可以用选票来投票 可以用脚来投票 可以用钱来投票 但是因为中国的高度垄断 老百姓现在作为一个消费者 连最后的消费主权 也被剥夺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悲哀的事情 建立 好 这个滴滴所出现的状况 再次说明了 就是说 共产党在处理这个 这个治安问题 和处理政治问题 完全是两种态度 刚才这个陈破空讲 他说这个 这种措施都是针对人民的 我不知道人民怎么定义 我认为首先 还是对于党内的政治斗争 因为谣传将会 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谣传往下传 那人民就继续传 他在发通知的时候 他不会讲 只有针对习近平的谣传不能传 他说 所有的造谣都不行 所以下面呢 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就扩大化 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 党内政治斗争的一种外溢 当然他要控制民间 这个是不能够放松的 我觉得是两方面的 一个方向的结果 两个政策 一个是控制民间 一个是控制党内斗争的结果 好的 有几位网友呢 有一位叫玉玺的观众朋友 他说警察维稳是工作 破案是业余爱好 所谓警察能有专业设备 抓发贴人 却只能借报案人的手机 去查滴滴打车 好 因为时间关系 今天我们的交流对话呢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夏明 杨建立和陈伯